好,我们在Inplace里面如何把这样子一个漂亮的按钮 把它存成一个PNG档,然后汇入Squatch之中 那首先我们当然是使用这样的工具来画图 然后给它什么 自圆设定各种漂亮的东西 然后在区块里面有阴影启用 填入的是渐层 其他的都可以 我们就把这样子的一个向量的图片 我们要放到我们的Squatch里面当按钮是用 我们要做的动作是先按右键 好,先按右键 选择转换成点阵图 好,注意点阵图转换完 这个文字就不能改变了 如果你还需要做调整 请你再做备份起来 然后就可以按储存 按滑鼠右键选择储存 那我可以存在图片里面 把它存成1.PNG好了 改掉4 这边你可以选择像素 那假设我不要这么大 我就选100就好了 那它会自动缩放 解析度你可以设定 假设我设72好了 萤幕大小就可以确定 那我们在我们的图片里面 就会得到一个 这样的一个漂亮的一个图 那我们来汇入Squatch好了 那我们在角色的地方 选择上传一个图片 PNG档 这样我们就会有一个漂亮的图档 我们把背景换个颜色 看它会不会有一个镂空的底呢 好 背景 到 好 我们把它填满 来看一下这边就不会是一个有一个白边的 比 那我们就可以利用 IMPRESS里面的功能 把它 汇到Squatch里面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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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好 好 好 进 好 好 好